恒大在深夜的时候密集发了多份公告 向市场派发定星丸 来自路透社的信息就表示 市场对中国恒大的资金链情况 坠坠不安之际 公司以及同系企业 星期五也就是25号的深夜的时候 密集的发出了多份的公告 向市场来派发定星丸 恒大表示说公司经营健康正常 财务状况稳健 而物业管理业务的建议分拆 也已经获得了香港联交所的批准 公司表示说近年以来 累计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500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11.4% 9月3号开始 公司推出了中国全国的楼盘的大优惠 计划在90月累计实现2000亿元的销售 公司截至到6月底的时候 现金的余额为2046亿元人民币 另外恒大也表示说 目前其全国的在建项目 一共有866个 均在正常的开工建设范围之内 还说截至到9月24号的时候 公司有息的负债较三月末的时候 已经下降了约534亿元人民币 融资的成本下降了2.24个百分点 提前归还了今年9月25号以后 到期的借款435亿元人民币 还说公司成立24年以来 共计借款20523笔 从没有出现过利息晚付 或者是本金预期归还等一些情况 另外报道表示说 基于分拆建议已经获得了批准 恒大将在短期之内向香港的联交所 承交相关的物业管理业务的一些 正式上市的申请 此外恒大的新能源汽车分支 恒大汽车同一天也发出了公告 表示说董事会已经在星期五的时候 审议通过了建议根据特别授权 发行的人民币的股份 在上海科创版上市的决议案 另外报道表示说 恒大汽车你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约15.5587亿股 将当于今扩大之后 以发行股本的15%的悉数为新股 报道说按发行的售价不得低于 紧接董事会会批准的建议发行 人民币股份当天香港股份的市场价 也就是每股25港元来计算 集资至少有389亿港元 好再来看一下传出消息说 美国正式的制裁中芯国际 中芯却表示说不执行 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表示说 美国政府以无法接受的风险为由 对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实施了出口的限制 原因是该企业提供的设备 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路透社在星期六 也就是26号的报道说 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实施了出口的限制 原因是该企业提供的一些设备 可能用于军事用途 根据路透社取得的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签发的文件 中芯国际及其供应商 必须申请出口的许可 另外报道表说 中芯国际则表示说 没有收到官方有关于出口管制的通知 并且表示该公司与中国军方毫无关系 路透社的信息表示说 美国商务部周六的时候 拒绝对此事进行置评 只是透露了商务部旗下的工业安全部 不断的监视和评估 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潜在风险 本月初的时候 路透社曾经独家报道表示说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 是否向中国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列入一份贸易制裁的实体名单 该黑名单上面 目前已经有包括华为中芯在内的275家中国的企业 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发言人 当时向路透社透露了这一消息 趁五角大楼正在与其他的机构进行合作 来决定是否对这家中国企业采取该行动 如果这一决定坐实的话 那么美国供应商将没有办法 在没有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之下 向中芯国际来供货 而拿到该许可证并不那么容易 中芯国际全名是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 规模仅次于该行业的领军者台积电 中芯也是华为的芯片供应商 一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说 如果中芯国际被列入了该黑名单 提供关键的芯片设备 包括法林集团科磊以及应用材料在内的美国公司 都可能会受的影响 另外路透社的信息表示说 目前中芯国际和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都没有就此表态 萧贤士透露说 无价大楼在本周早些时候提出了将中芯国际 列入美国商务部终端用户审查委员会的实体清单中 其他机构是否支持该项提议目前还尚不清楚 川普政府目前已经将275家中国企业列入该实体名单 打击中国的命卖产业 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中芯通讯还有海航威视都榜上有名 美国国防部的这位官员没有说明五角大楼提出的该建议的原因 而了解该事宜的另外一名美国官员和两名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说 美方正在审查中芯国际与中国军方之间的联系 据中国媒体的报道说 中芯国际发表声明表示说 针对中芯国际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报道为不实的消息 并且表示说 愿意诚恳开放透明的态度 与美国相关的各个政府部门来进行沟通交流 以化解可能的歧见和误解 美国国防部在过去数月曾经发布了两份有关于中国企业的清单 声称其属于中国军方所有或者是控制之下 不过迄今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再来看一下蒙古的前总统致信习近平抗议汉语教材遭使馆退回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蒙古国的前总统俄勒贝格大尔吉近日致函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抗议当局在内蒙古强行推行汉语教材 俄勒贝格大尔吉25号在推特当中发文表示说 信件已经被中国驻蒙古大使馆退回 俄勒贝格大尔吉26号的时候更是在脸书当中留言强调表示说 不会收回这封给中国领导人的信函 并且指出这封信将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根据俄勒贝格大尔吉的推特公布的信件内容 他提及了中国宪法规定的 所有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 而内蒙古的蒙古族儿童现在受到了公然的侵犯 他并且强调说写信给习近平是因为他不能无视这些事情正在发生 成千上万希望履行宪法赋予他们权利的蒙古人 以及他们的子女正在遭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 另外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中国驻蒙古大使柴文瑞表示说 注意到了俄勒贝格道朗吉近日以来 对内蒙古双语教育改革问题发出的不少的言论 他写给中国领导人的信函所阐述的观点完全错误 中方不予接受 柴文瑞还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 学习及其使用有关的语言文字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中国政府依法的保护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少数民族 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权利 而包括内蒙双语教育改革在内的一切涉内蒙的事物 都是属于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 中国当局被控在内蒙古打压蒙古族的母语和文化 引发了蒙古国的舆论反弹 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国务委员王毅日前出访蒙古的时候 有预百的示威群众聚集在了蒙古国政府工前的苏赫巴托尔广场 高喊着保护我们的母语王毅走开 再来看一下北京表示说TikTok是核心利益字节跳动IP 来自香港媒体香港经济日报的信息表示说 TikTok的交易能否成事目前仍未明朗 一边需要等待美方的审视 一边需要获得中方的批准 美国媒体报道表示说中国的官员正在权衡是否批准 TikTok与甲骨文以及沃尔玛的合作 基于确保中国所有者保持对TikTok全球业务的控制 也要确保TikTok的原代码的保密 又认为交易仍有谈判空间 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日前根据中国的技术禁出口管理条例 以及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的目录 向北京市的商务局提交了许可申请 中方证实北京市的商务局已经收到了相关的申请 将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 华尔街日报就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 表示说中国商务部的官员仔细的研究了 美国媒体对这笔交易的报道 当中有关谁最终将控制TikTok全球业务的说法 相互矛盾让这些官员感到不安 他们还担心有报道表示说 协议当中的美国各方将被允许审查TikTok的原代码 另外知情人士表示说中方的官员认为 TikTok的交易涉及到的范围比一间公司的交易范围要广泛的多 TikTok的命运涉及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比如保护中国开发的知识产权和落入外国人的手中 事实上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日前强调说 交易需保证不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又批评在相关美国企业和TikTok达成所谓的协议之后 美国的政客大放厥诀说美国公司必须完全掌握TikTok 否则将拒绝批准协议 指这种言论正是海盗逻辑的典型表现 另外华尔街日报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 表示说字节跳动的员工 因在谈判当中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而受到了中国官方的批评 不过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说 中方仍然认为该交易有谈判的空间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将禁令推迟到11月总统大选之后 表明他不想疏远使用TikTok的美国年轻选民 而这种担忧将对中国有利 刘慈欣为中共的新疆政策辩护 美国议员反对奈飞拍三题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今天就发文表示说 至少有五位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要求奈飞 重新考虑改编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畅销小说三题 把它改编成为电视剧的决定 参议员对刘慈欣针对维吾尔族人的 中国新疆政策的表态感到震惊 奈飞的声明表示说不同意刘慈欣的观点 但是说三题是电视剧 而刘慈欣只是小说的作者 而不是三题电视剧的作者 刘慈欣担任三题电视剧改编的顾问 此前有消息表示说奈飞在中国一直被禁用 今年来自香港媒体东网的信息就表示说 三题的作家曾经为新疆政策进行辩护 奈飞表示说他们不认同他的看法 中国的作家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题三部曲 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网络电视平台奈飞更是有意将小说改编成为电视剧 但是有五名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近日 以刘慈欣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进行辩护为由 故意搁置拍摄的计划 奈飞在星期五也就是25号的时候 回应表示说强调了该公司并不认同刘慈欣 对中国政府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看法 但是并没有回应是否会搁置相关的拍摄计划 根据报道表示说美国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布莱克本早前领头向奈飞置信 指刘慈欣在2019年的时候 曾经在纽维克的杂志当中发表了署名文章 提及了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族 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 是帮助改善当地的经济 信念当中还指出 奈飞如果决定改编刘慈欣的作品 就等同于将中国政府的罪行正常化 要求奈飞重新考虑 奈飞本月初的时候宣布将刘慈欣的三体 还有三体的黑暗森林以及三体三 《死神永生》三部曲 由HBO电视剧《权力游戏》的编剧 贝尼奥夫与韦斯来进行改编编程电视剧 刘慈欣将担任该片的制片顾问 参议员在星期四的时候 置信奈飞的联合首席执行官特德萨兰多斯 他们在信中表示说 他们担心奈飞决定与正在传达危险的中共宣传的人进行合作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美国参议员指这封信不仅是因为它是刘慈欣小说的改编 而且还因为这位作者是该改编计划的直接顾问 参议员李克·斯科特就表示说 我们要求奈飞认真地考虑其决定 并且考虑通过制作此项目 为刘慈欣提供一个平台意味着什么 据奈飞负责公共事务的副总裁迪恩·加菲尔德 在专业网站《综艺》星期五发布的一封信当中 就表示说 刘慈欣是这本书的作者 而不是该电视剧系列的作者 他继续表示说 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 但是这与他的书或奈飞系列毫无关联 奈飞的这位官员还提醒表示说 奈飞在中国没有任何的活动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